我們現在呢 如果你教材都做好了 像我已經做了很多教材 我在群組裡面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去完成 比如說你看我在這裡 任務 我新增一個任務出來好了 新增 現在我新增好之後呢 你們看一下 你如果說 已經有這些內容了 我就可以直接從這裡 去選擇 我建立的 我就從裡面 看你 哪些 我就從這邊 我的教材 我這邊會用到 就把它勾起來 就可以引用進來 就可以把它引用到我們的內容裡面 這樣把它加入 那你在加入的時候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你是要用複製的 還是用引用的 這裡有一點點小差別 差在哪裡 複製的話 因為 有時候我們不同班級 在學校會有這種狀況 不同班級 雖然我教的是同一門科 可是 進度會有一些落差 或者同學我對他要求 程度會有一些落差 這個時候呢 你的過關條件 假設你用複製的 你可以修正一下 比如說 A 班 他程度比較好 我的過關條件有時候設高一點 B 班 程度普通 我就把它 降低一點 如果你是用引用的 就是說你當初設教材 假設通過80% 引用就是跟他一模一樣 不用改 也不能改 這樣子 就插在這邊 我就先用引用就好 有沒有 我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 如果說你已經 已經原本 就有做好了很多的這些 課程教材的內容 我們在群組裡面就可以這樣互相引用 我覺得比較多 那 OneNote呢 其實 你知道 什麼時候最難嗎 凡事起頭難 當你進去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現在是裡面很多 所以我覺得我 走到哪裡我都會看到我很多教材可以拿來用 那 剛開始的時候呢 一片 全部都是 空空的 你就會覺得啊 怎麼辦 那所以呢 其實 OneNote這邊呢 也有一個東西可以 暫時借用一下 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增加的時候啊 假設你沒有 也可以透過搜尋的方式 搜尋搜尋哪裡 人家有公開的 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進來不是有一個發現嗎 發現那邊 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就可以用關鍵字找 找看看有沒有人家已經做好的教材 你可以拿來用 這樣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所以 比如說你看我找那個 這個 這是一個那個 螢幕畫筆 螢幕畫筆 假設 因為這個我有公開 所以我點進去 他就給你看一下 是不是這篇文章 如果是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加進來 當成你的教材之一 這樣子 現在又出來了 這樣 有沒有一樣就是引用跟複製嘛 好就先引用進來 這樣 這個教材就變成你的啦 應該不能說變成你的啦 就是你引用到你的任務裡面來 因為 教材能夠自己做當然是最好 可是如果別人已經做好了 而且又比你做得更好 那當然你可以借用一下 只要沒有版權上問題 就OK 所以 這個是大致上今天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OneNote 怎麼樣在我們教學上 你可以去應用 讓 學習的 氣氛 稍微改變一下 OK 那 時間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在留言板就 我看一下 沒有 都沒時間 最過最過的沒時間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回去的話 您可以再看看 因為 我們今天的這些群組都公開了 或者您覺得說有需要再找我其他群組的 可以 再參考一下 好不好 那就謝謝大家囉 祝大家周末愉快 謝謝 那還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沒有就 Google一下關鍵字 是的 在這裡我有勞勒 素文老師 然後他是不是付錢了 沒關係 沒關係 這沒問題 OK 那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 在 素文老師那邊留言嗎 對 你也可以在 您家務這個OneNote群組也可以在這邊留言 這個訊息的部分啊 跟您補充一下 您發訊息 這個 我也會看到 就是 使用者進來之後 一樣可以 在這邊留言 那我部落格上也有 還有您的講義的最下面 也有我的E-mail 好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 那 其實 我們科裡面有用這個OneNote的題材 所以我們的 測驗啊 什麼都用這個 然後 收集測驗也是從這邊去搜 然後 他們是用的 很方便 所以大家可以 其他直系 或是有少數幾個人都可以 用這個方式來做 好 那我們再次的熱烈掌聲 謝謝素文老師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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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